说到张飞这个名字肯定有很多人很陌生 但是提起飞玉卿相信很多人就会熟识 张飞和飞玉卿两人可是实实在在的亲兄弟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台湾综艺之王张飞的传奇故事 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 赋税严苛老百姓的生活都过得异常辛苦 虽然张飞的父亲张武希在报社担任编辑 有一份正经工作但工资仍显微薄 而张飞的家里除了有比他小五岁的弟弟肺育亲外 还有个比他大九个多月的姐姐张颜穷 这对于张飞的父母来说 负担三个孩子的教育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因为经济上的窘迫张飞的父母经常发生争执 矛盾愈演愈烈 最终在张飞还是孩子的时候 父母变离异了 姐弟三人均有父亲抚养长大 那段时间父亲张武希为了生计一边在报社工作 还要兼职打点零工 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尽管家境穷困 张爸爸仍希望孩子接受教育 为了给子女筹集学费 他不惜变卖家产 后来张飞他们长大后 张爸爸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岁月 曾感慨地说道 我的青春人生最精华的部分 都通通用来给你们筹集学费了 作为父亲张武希十分重视三个孩子的学业 如果他们中间美门功课谁不及格 就会被竹扫把挨舞下狠狠地打 此外作为报社编辑的张武希 文化修养颇高 经常会把中国历代著名的文史典籍翻译成白话 讲给孩子们听 可以说张飞日后能成为台湾主持界的大咖 被欲清费真灵的多才多艺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父亲张武希的教育和引导 在充满文艺气息的家庭环境中 除了文学的熏陶外 张飞和姐姐 弟弟从小就对音乐拥有浓厚的兴趣 那时候台湾当地的流行电台 充斥着由西洋弃乐演奏的美式乡村民谣 中学时期的张飞 由于经常收听美式音乐电台 被深情款款的西洋乐吸引得无法自拔 18岁后张飞入伍 加入军乐团 获得了更多与西方管学乐接触的机会 她的心中萌发了当一名演唱西洋歌手的想法 带着当一名歌手的愿望张飞退伍后 她不仅进入西餐厅 成为一名著唱的美式民谣歌手 还吹着一首很好的萨克斯 然而由于自身的形象条件太差 张飞始终受不到各大电视台的青睐 只能在当时的歌舞厅混迹 哪怕当时台湾红极一时 在有着东方维纳斯之称 姐姐费真林的吉利引荐下 也屡屡在夜内吃到闭门羹 得不到出头的机会 在70年代的台湾非主流的歌厅 露天表演成为人们日常情绪喧血的主要场所 成为了一种秀场文化 虽然这些地方算不上大雅之堂 但其中的红人各处走场 腰包也是装得鼓鼓的 为了维持生存 张飞只好在歌舞厅 夜总会等秀场频繁演出 久而久之也许是自由受父亲语言环境的影响 张飞诙谐粗俗 幽默的语言风格 与下里巴人的秀场文化不谋而合 张飞很快在其中脱颖而出 成为各大秀场上热场串场的主持人 活泼有趣的台风 赢得了众多人们的喜爱 经过几年的历练 玲珑八方的张飞到了70年代中期后 已成为台湾秀场的王牌主持人 可谓是风光无限 1975年偶然间的一次相遇 年轻气盛的张飞 被一个从韩国来台湾旅游 容貌亲历 富有文艺气息的女孩赵翠华 深深吸引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成为夫妻 先后育有两个儿子 然而因为感情上的冲动 两个人因为性格不和 婚后生活十分抑郁 张飞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了事业上 1984年在台湾中世的强烈邀请下 张飞与妮敏然 简厂 徐峰 罗江四人组成黄金五宝 共同主持综艺节目黄金拍档 至此张飞开始登陆电视媒体 结果出人意料 这个通过借鉴日本短剧 采用季星演出的栏目方式 一经播出变不同反响 受到了台湾广大民众的追捧 最终黄金拍档连续播出158期 高达44%的收视率 让张飞在台湾家喻户晓 名声大政后的张飞 虽然以为人夫 但感情上的寂寞让她化身为花花公子 和当时娱乐圈中的很多美女明星都传过绯闻 像80年代台湾歌坛的玉女林慧平 韩国舞后金元轩 五月天乐队鼓手惯有的妻子歌手 王行之都曾被媒体曝光 和张飞有男女关系 而张飞的妻子赵翠华 最终无法忍受这段貌合神力的婚姻 在1989年选择和她离婚 此后的张飞更加无拘无束 化身浪子 经常和一些娱乐圈的女孩传出绯闻 甚至在主持综艺节目时 和一位外籍美女来电 被外界形容成老牛吃嫩草的典范 直到1993年 台湾音乐才女将会的出现 才把张飞的心死死牵住 甚至让她惦念至今 仍单身一人 到了90年代初期 张飞凭借主持欢乐100点 笑星壮地球等综艺节目 成为台湾综艺主持界的头牌 1993年 张飞还凭借和弟弟费玉清主持的综艺节目 龙兄虎弟 斩获第三十届台湾电视 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 那时的江飞 才在台湾歌坛打响名号 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的作品 打开市场销路 江飞经常作为嘉宾 参加由张飞和费玉清搭档主持的节目 龙兄虎弟 随着接触的机会多了 三个人的关系渐渐走近 成为了五话不谈的好友 甚至张飞还被这位出生于台湾 祖基为闽南的客家女子身上 所散发出温婉 柔美的性格特点深深吸引 心生爱慕 性格直率的哥哥 甚至有一次在龙兄虎弟的现场直播过程 手捧鲜花 单膝下跪向江飞求婚 表露爱意 而江飞本人并不怎么中意 线条粗犷的张飞 反而对同为歌手的弟弟 费玉清 青睐有加 直接当众拒绝张飞的示爱 并透露自己喜欢的是费玉清 可费玉清 却因为痴情日本的初恋女友 安景千惠 一直无法释怀 只是把江飞当成普通朋友 从未产生过成为恋人的想法 哪怕江飞曾多次向费玉清表白 在歌曲晚婚中 袒露心声告诉费玉清 自己一定要嫁给她 也换不来费玉清的接纳 兄弟两人面对江飞的不同情形 让张飞恨得牙根痒痒 据坊间媒体传闻 张飞为此还特意续起胡须 发誓要和费玉清区分开来 可费玉清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弟 最后张飞也不好埋怨什么 时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连儿子都娶妻生子 挤进花甲之年的张飞也就变得释然了 当年倪平到台湾做两岸文化交流 曾在现场调侃张飞对江飞的爱慕 她收起以往的轻松表情 若有所思地说 我对江飞的喜欢是那种只可以远远观看的 如果太靠近就可能受伤害 江飞是越看越美 很有魅力的女人 由此可见张飞是真的释怀了吗 如今65岁的费玉清至今仍单身一人 恐似难以走出情伤 而56岁的江飞也依然等待着费玉清的回心转意 这三角情债实在是难解难分啊 2000年张飞在与费玉清搭档主持的龙虎综艺王 因收视部家停播后便宣布隐退 标志着张飞的主持生涯步入了末期 在退出舞台的一段时间里 张飞整日地泡在录音棚里 与制作人不断商讨专节的制作 她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新的惊喜 在歌唱领域有所突破 经过两年时间的惊星打磨 终于在2004年 2005年推出了坠入情网 夕阳情歌 Romance浪漫情歌精选 两张自选专辑 实现了自己早年间梦想当一名歌手的愿望 此后张飞在2011年 2017年左右 又曾两度隐退复出 但再也不见往日节目收视的盛况 台湾广告模特温馨仪 在2013年5月 与张飞的儿子张绍怀结婚 婚后温馨仪生下一对子女 公公张飞因为这样非常的开心 在生第一胎的时候 就给她封了个100万台币的大红包 在当时曾引起网友热议 因为当时她结婚时才20岁 饱受网友争议 很多人都认为她是为了钱才结婚 翁馨仪在2013年生下一胎女儿后 因为胎位不正 最后剖腹生产 张飞当时心情非常紧张 在孙女平安出生后 封了100万红包给媳妇 她表示 为我添孙 当然要给奖金 是男是女不重要 重要的是母子平安就好 三年后 翁馨仪又顺利生下儿子 张飞再度送出100万红包 为劳儿媳妇 张飞表示自己很感恩 而媳妇年纪轻轻 就愿意传宗接代 至于张飞的十亿身家财产 应该也是会留给这一对孙子 如今的张飞虽然依旧单身 但正如她所说的 一个人活得幸福快乐就够了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